OK 那我們接下來就來看一下雲端命結這一個部分 其實因為我們學校也有什麼 用Gmail代表 所以其實當齊龍老師有釋放一下就是 我們現在老師在做的話 您可能可以在自己的電腦裡面 學校電腦裡面是搭配所謂的網路視鏈機 用這樣方式存取學校的請問回家怎麼辦 來回家透過FTT再進到那裡 可以嗎? 齊龍老師可以透過FTT進去嗎? 不行 所以回到學校 如果離開學校之後就不要有學校的干擾 回家就回家 其實有些時候我們會有一個情景 就是你可能也許老師在學校這邊 比如說做到一半了 那你回家也許你想要繼續弄 或者你在下面找到一些相關的資料 那我 我們一般現在老師最常用的方法是怎麼做 就大概隨身點 或用mail的方式寄過來 對不對齁 這樣子 但是這樣子有些時候還是會有些困擾 因為怎麼樣 這樣因為幫人搞到我們學校幫人還有落差 有時候我們就會因為這樣 哇 結果拿錯幫人 有沒有 沒有 其實我們現在有一個很大困擾是那個 自己電腦裡面 重複的檔案照片怎麼都很多 但是你又很捨不得丟 上面都抽的 哇 這也夠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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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夠鬼 都沒有落色 可是你的意味都優不夠 然後再有這個 你要找資料的時候 就會產生一些困擾 所以呢 我們要跟各位老師稍微探討一下 就是您在這邊的時候 我們現在比較容易遇到的所謂檔案管理的問題 第一個 請問老師現在有沒有很多裝置 教理一台 學校一台 手上一台 兒子那裡一台 老公那裡一台 對不對 那個裝牌 一切檔案在那邊 一切檔案在那邊 所以 檔案直接放在不同裝置裡面 就會有想生重複的問題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 我剛剛講的 榜等的問題 你可能在學校是最新版 結果回到這兩面 想說 我就打開 結果兩個版本不一樣 那邊也改了 這邊也改了 到最後不知道又哪一個 甚至可能互相都蓋掉了 你可能以為 這個已經改過了 所以 這個我就造成困擾 再來 系統備份 剛剛奇尤老師這樣交流 那其實 他可能 有些老師 也許你可能還不是很了解 那照 到時候是 還是會有一些問題 對不對 那可能就是學校的 提供人他就要幫你去看 那所以其實 如果說可以的話 其實老師也可以幫你的 除了是量 還有系統 是讓你要備份 變老化的才麻煩 對不對 對啊 網路不通 也會想辦法 但是 萬一也是做系統壞掉的人 就會花很多時間在處理 所以其實我們也可以幫他 整理 再來就是我們剛剛講安全的問題 為什麼都要設密碼 其實不只要設密碼 還要定期更改 只是老實 他會不會自我以為 你知道 因為一般來講的話 其實真的那個密碼 不只是密碼的複雜度 然後呢 你要定期更改 比如說 像銀行的話 大部分讓你們要求 90天到60天 就要更改一次密碼 因為這樣相對安全 還有密碼長度也要夠 你不要來個1234 不然就是0000 這樣很危險 你好記別人也好記 相對的 再來就是說 網路速度的問題 網路速度 因為有些時候 如果說 您的網路環境很剛好比較慢 那是相對 如果你檔案是不然網路上的 可能就會來不及下載下來 尤其檔案比較大的時候 還有一個 請問老師有沒有遇過 檔案不小心傷掉了 有嗎 有 我要舉手 我有 而且我還幹過一次 有些時候就是不小心 對不對 就傷掉了 請問那這樣怎麼辦 檔案如果是老體還好 反正再扣就有了 檔案你家才有 支持一下別無分店 所以怎麼辦 重新打一次 其實一般可以講說 如果你有進到那個垃圾桶 假設你的習慣是 一般會按三處 然後進垃圾桶 那還好 但是比較怕是有些 習慣良好 三檔案的時候還記得按出去 因為那是直接上垃圾車 不用進垃圾桶 哈哈哈哈 所以一般都要救不回來 那怎麼辦 事實上還是救得回來 但是一個原則 機早發現機早治療 如果你太慢了 可能還是救不回來 所以我們剛剛 這個呢 還有一個就是 這個刪除檔案的習慣 所以這個是我們稍微 用之前很流行的桌子 桌子 桌子 桌子在手機上 用的也很多 好那你用 不過你當地鐵 有個好處是因為 它跟我們學校的 沒有的系統 已經有一個有 整合在一起的 好所以 像這裡比較方便 如果老師可能以前有那個 就是 維爾的那個 Amazon的帳號 其實也可以 維爾的那個 Skytryer Skytryer 也都可以 好 那現在呢 如果老師您用的是 學校的版本的話 您有30G的空間 30G的話 應該夠吧 老師平常 有帶這麼大 桌子的檔案出來嗎 應該不用齁 對不對 所以應該30G夠 如果您不是 就是學校的信將 而是一般的G沒有信將 那就是折一半 15G 好15G 現在呢 今年的政策就是 以前是信將 跟信將 那個硬碟 現在都是整合在一起 所以譬如說 你的信將空間 用的比較少 那就是那個空間 就撥到 其他空間去用 好 所以一般來講 應該學校空間 30G 假正您的信將 可能3、4G 應該都還夠 還有20幾G 是夠的 那我們就來看 事實上它有很多不錯的 第一個 各位這個帳號就不用了 上面有講 上面還有一個相簿的空間 好 第二個 這個就不用 這個我就略過了 我就先不講 我們來看一下 您如果登錄學校的信將 我這邊先登錄一下 好 這個是我在臨東那邊的 那您如果進來之後 都用你的信將 就在上面這裡 有一個雲端一點 你就可以直接連過去了 連過去了 那雲端一點 有幾種方法可以做 一種呢 就是您用網頁的方式 直接來操作 另外一種 如果你比較固定式的電腦 那麼你就請它自動把你同步就好 也就是我可以 它可以安裝程式 讓它那個自動同步 自動同步 您可以看一下在左手邊 只要您進來了之後 在它的下面這裡 有沒有一個叫做 下載PC版的 播放硬碟 雲端硬碟 您可以把它安裝起來 那安裝起來之後呢 雲端有一份 在您的電腦裡面也會有一份 所以以後 您的電腦裡面 那個檔案有更新 它就會自動幫你同步到雲端 那相對的 我們剛剛就講到那個 多裝置的問題對不對 不管是您的智慧型手機 平板還是PC電腦 比如說您在學校教室 你有裝了 那麼你在教室裡面 更新過了 它就自動幫你傳到社會上 回家打開 它是同步完了 就OK啦 它在後面幫你做嘛 在後面辛苦 要是你就叫你做個就好了 對不對 你只要同步了 那就解決了 這樣一個問題 那麼我們建議老師就是 可以的話 雲端硬碟也是硬碟 所以請你記得一件事情 還是要幫它建一下資料講 你現在看到這個是比較少 平常我的是比較多 我的會比較多 我給你看一下 先錄一下 這裡我會有雲端同步的資料講 也就是 因為其實我們一般 說真的 你在工作的時候 就是老師在教學工作的時候 一定有所謂的正在 RMG的 正在進行中的 搜案的 請問要不要每天都帶出去 不用啊 打包 上面的資料 檔案夾 封存起來 要看的時候再來查 對不對 所以我平常主要是同步我 這兩個東西 那以我來講的話 教學可能是比較多的 所以我就會在這邊 我把 比如說像我們今天的 我們學校的 那我就會把它放在上面 所以我在PC端的 做好了 我的notebook就會有了 我來到這邊 只要接上網路 那如果PC端的有更新 我這邊就會跟著東西 這樣是不是就比較方便 對不對 所以其實 這是老師給參考的 因為檔案多 又透過網路 他一定要幫你先檢查 哪些檔案有變更嗎 所以 你不要想說 我就全部的 喔 二、三十區 甚至更多人 然後就通通都放下去 不必要這樣子 那等到做完了 其實應該要有一些東西 就要移出來 嘿 不要老是想說 坑咧坑咧 年底在大清倉 有時候 年底在大清倉 也搞不清楚 哪些檔案是幹嘛的 嘿 所以我都 通常都知道 把它分配一下 這樣會效果比較好 這樣 老師大概了解了 嘿 這個是第一個 跟老師照的